各位 Hong Kong Slug 科研 今天介紹一部本地人叫土炮的抗音機 很多人都認識的 叫做Audio Space 早期叫做科寶 去年改名叫做無間音響 創辦的Peter Lo 和兩兄弟 Dennis Diamond 早期的銷售馬山 我和這幾個都熟 這部機是我唯一玩了二十幾年的機 一直都未換過 當然有原因 看看近鏡 Line 3.1 前置 用四隻膽 兩隻S7 兩隻U7 這部是香港第五部改良版 以前阿君幫忙改 現在出來做生意 開檔 叫做HiFi Shop 這部電腦 你看到幾個電容都不同 先講講講 Audio Black K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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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這支有樹琴在上面 都是Black Key 這四隻貴 玩過就知道多少錢 再看看膽 落足本 WFUNGIN 803S 兩支 後面這兩支才厲害 ECC82 沒什麼特別 12AU7 TELFUNCAN 看清楚 看一條骨 一條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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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的魚出只有半骨 一條骨 即是夠硬 一條骨 這兩支膽子 找了我二十年 第一支 就是中環 Toy SiFi 姓葉買的 當年1600元 他只有一支 先買一支 給我十年後 Simon Lee手上找到一支 ECC82 幾次不說 兩支膽子 我坐這麼久 只有這兩支 你怎麼比 跟ECC82 怎麼比 我就說 更加穩定 更加頻寬 沒有了得力寬金 只是清淡的味 有些音樂味 小弟玩過很多前置 我玩了YAMAHA C4 AR9 GOT33 AR10 AR8 馬仔 高文27.3 先鋒C90 Mark Levinson 26S 還有什麼 記得了 換來換去 把來把去 拿來去 最後都是這部做主機 當然有原因 講講原因 我聽HiFi 我聽了很多年 四十多年 但我主要是聽 他播出來的音樂和效果 提前講牌子 價錢當然要考慮 但是 又便宜又靚的東西 又貴又未必好的東西 亦有 但整體來說 玩HiFi肯扔千里 一定有好東西 但是 全部合比例 就不敢講 我簡單講一部 兩萬元的土炮前置 或者一部二十萬的明廠前置 可能已經可以撐了 今天 據我行內了解 很多德國名牌 那些殼啊 面板啊 甚至某些內部零件 都是中國做的 不講牌子 為了得罪人 也不是什麼 今天中國科技領先 大哥 我做半導體做了幾十年 最清楚 現在美國人都勤勤進 怕中國追過他 華為的電話一出就知道 其實中國今天 不同領域都有他的好東西 HiFi屆其實出了很多好東西 不過 HiFi最重要的是耳朵收貨 做這部機的人 耳朵都不錯 因為都會聽話的人 就不像外奸齊全 土炮機不懂的 一定掛正名牌機才好東西 這樣就未必 沒有試過 遮掌眼來聽呢 那就試一下 最好最公平最公正 當然 名牌機 它的二手價值是好的 但這部機 你叫我賣呢 我都未必賣 我靠了四萬六萬元 我知道沒有人賣 但我都不會賣 一出一部價 我就考慮一下 因為那四隻 back機今天都不便宜了 我想漂亮的back機 今天都要五六千元一支吧 四支都兩萬幾元 這四支蛋 不知道多少錢呢 六萬五三萬 差不多 膽子和電容加起來 都幾皮 放在一部九千元的科寶機殼上 你覺得如何呢 或者介紹一下裏面 等一會反轉 好了 反轉底下看看 看看看看 裏面是這樣的 電源輸入 電壓選擇器 紅色線就是高壓線 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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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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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龜鶴鶴來的 大電流的穩壓 電容是普通的 如果下款的話 那些電容可以換上去 沒有位置 真的沒有位置 隔壁 隔壁 好 精彩部分是這部分 裏面都很漂亮 這些電容 出機不是電容 它們一部份 它們都是做 做自製 4ml 2顆 牛奶糖 這些都是 這些線 當年我記得是 TELALAP 6NN銅線 都貴的 這些線 都是最美麗的線 這鍋子換掉 它是很重要的事情 一部瓷子 看這個排列都很整齊很公正 用什麼石? 當然有鋁 有銀成份的石 這部機器落足本 你看到有些原子粒 看清楚 一粒、兩粒、三粒、四粒 這幾粒、三粒、四粒 好像串在兩邊 這幾粒不知一粒呢? 據聞是一個字符控制 裝上去的定位會好一點 這部機器其實都玩完了 一部膽機好不好呢? 其實幾樣東西 第一,電源 牛禁狗力 電源的電容夠不夠靜 給不給到速度 後來應該知道 是厲害的 現在不出了 這些電容炒到七八千元 甚至收到一萬元 全新的那些 這部機器我用了二十幾年 煮熟了 聲音真的很純 很純樸、很舒服 會低音好一點 輸出電容大一點 四秒 等本一點 當時都不便宜 這電容 接線那部又要緊要 所以用有銀的韓石 6英銅線 最重要的是 前面講的四隻膽 膽機 靚聲就講膽 反轉後看看 靚的膽前置 真是來來一堆 有哪幾部 馬七 馬蘭斯七 出名了吧 麥景圖 C22 conversion SL1 用了十隻膽 麥提沙 Mattis Reference Connor Johnson Premius 7號 ARC10 11 羅雷 都是那個線路 類圖 最多人跟風就是馬七 馬蘭斯七號線路 馬蘭斯七號線路 S7U7 馬蘭斯全用了S7 四隻 算起來 前風路 就是六隻S7 如果把六隻櫃子放進去 都幾重 不要說什麼 如果用了803S 那至少要六隻 四萬元 那機器買回來 可能五萬元 四萬元 九萬元 九萬元 前置 六十年機 都是過癮 說到膽 說到膽肌 當然心臟是膽 膽 確實是 舊膽 舊妝膽 是靚性很多 當然有個原因 小弟是讀電子的 自幼看 張幼良無線年世界 奇奇追 但張幼良當年是講完這隻機 膽肌呢 我也學過一下 早期的膽 因為工業的控制 沒有現在那麼嚴謹 膽為什麼要叫真空管 裡面應該是真空的 真空的意思是沒有氧氣 如果不是真空 就阻礙電子發射 由陰極射去平極 或者生極 所以做得好的膽 應該是真空的 膽怎麼做得真空呢 當然是抽真空 但是怎麼抽 橫抽 碰抽 都抽不到百分之一百的氣 出來的 唯有最後的剎那 封玻璃之前 放一些會消耗氧氣的物料 進去 那些是放射性物料 來的 早期的做膽 不會控制得那麼嚴謹 放多一點進去 那隻膽封了之後 它就把裡面慢慢的氧氣 就消耗了 造成真空 這件事是重要的 早期的膽好 原因部分是因為 它夠毒 裡面的真空度高 還有做的方法都不同 不要忘記 當年繞到豐巾 可能一天做五十萬隻膽 我這個數是搶了 今時今日的膽廠 一天做幾千隻都厲害了 因為所有膽 當年是大量生產的 所有物料控制 QA都做得好 這個做出來的效果是不同的 當年的轟炸機 都是用四隻H7的 用四隻只有六方巾的803X 因為夠穩定 因為803X和傳統H7的結構不同 你看很小的屏 這裏老航村 美國有很多橋 那些橋 它有一個 Rickstone Bridge 都是用四隻的803X 做檢測 檢測橋有沒有震盪 諸如此類 用到803X 因為夠穩定 夠專業 夠靜 所以803X做出膽 的聲音是夠靜 有些人說 那些膽子用了這麼多 803X太清了 其實又不會清了 我習慣用了一隻牌子的膽 一旦是貓奈 一旦是貓奈 全部放進去 槽玻璃 長屏方環 全部放進去 一旦就放進去 得六方巾 嘩!味道是不同的 一旦喜歡 就混了 即是前一旦是貓奈 後面是得六方巾 或者前面是得六方巾 後面是貓奈 大家玩法 膽的樂趣就是這件事 是嗎? 有個很好的朋友 去到膽機很厲害的 日本貿易牌子 不想說 20萬左右 有幾隻膽 803X 不過是JJ的 那本單位寫著 你要好些聲音 換些漂亮的得六方巾 803X 我跟他說 我當年很多 不要忘記 我當年交給科寶賣 他說 我做幾隻 德六方巾的803X 其實我可以益他 那時候真的很多 他說 不行 人家說 價格很小 JJ803X 是最好的 唉 德六方巾的東西 不行 其實他今天還在捱 JJ的聲音 如果他插 德六方巾803X 我想他說 兩個境界 所以有時候玩膽 有時候真的要 試一下 試一下 你就知道什麼味道 是不是 那這部機呢 他的線路 其實是M7改良過來的 就是馬蘭斯7號 馬蘭斯7號 我的線路是比較傳統的 一隻 平極輸出 到第二隻的 山極 平極有一隻電容 22P 反陪你第一隻膽的 山極 最後有人改良了 和田財事 把電容脫掉 讓他有 feedback 回來 用少少改良 效果應該好些 其實早期M7 高音比較萌一些 有人說音樂味較濃 相對 高音較濃 小一點 覺得中音較過癮 這個線路其實是改良版 有馬蘭斯7的味道 但高頻響現好 所以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都是有時候 要對出來 聽完這部 這個就是玩機的樂趣 還有一件事 這部機的輸出都可以 有五檔 其實四檔 一檔是 take out 四檔 不夠 因為我有很多 cassette deck 我有一部 選擇 可以選擇 同時四部 cassette deck 進去 加上這裡有幾個 可以玩六部 cassette deck 近期我都喜歡 cassette deck的聲音 自然 簡單 好玩 CD沒有聽一年 CD聲音 我也是懂雞 有人說你的CD機差 但我覺得 我的 cassette deck 聽 cassette deck 就好一點 所以 玩樂趣 很過癮 沒有批評人 聽什麼 聽什麼 我聽了幾十年 黑膠有黑膠的好處 不過 煩一點 放工 對兵打進去 動你的腳就輕 黑膠又掃塵 壓力壓力 長長一下 又忘記睡覺 一陣子 我 起床 心都空了 大哥 我 光銳馬 我整天 和我溫煙的頭 他會打不動 到時 就極達 停機 就不會繼續磨下去 好 先介紹一下 原本今晚想托一部MC240出來的 唉 有心無力 因為今天做了很多獎順 做了二百幾下 少少累了 那部MC240 足60磅 托上這張桌子 真的要氣力 下水吧 多謝收看 給點意見 不要劈我啊 大哥 交流就好了 OK 拜拜 如果 還不太 足夠 胡 你 呢 感谢观看